大家好 欢迎您一起加入8月28号的台东地方新闻 我是石玉兰 新闻首先来看到台东县政府去年首办 并且受到了广大回想和支持的青年暑期职场体验 今年是持续举办 那么提供了250位青年到县内相关单位业者来体验职场工作 那么也在今天举办了成果发表会 展现青年丰硕的成果 随身分享自己在这暑假期间在职场体验的感想 从一开始的陌生到后来能够将两个月的心得侃侃而谈 显示出在职场上已有深刻体验 台东县政府去年首办并受到广大回想以及支持的青年暑期职场体验 今年持续举办公计提供250位青年到县内相关单位业者体验职场两个月 而为了展现青年丰硕的成果 今天举办成果发表会 非常感谢去年有好多的店家其实就真正的有用到人 或者说他们今年又回来 所以就很多的店家其实主动就帮我们这个活动又再推荐 高兴听到很多人告诉我们说 其实很多的同学他们透过这个活动更了解他们自己 更了解很多的单位 这是我们很开心的事情 台东县政府名正处也说明 今年计划共计有700名学生投地履历 共计成功眉合了250位学生以及130家业者 其中外县市学生别例占将近四成 职缺地点除了台东市区 更包含了成功、长宾关山、延平大五 等11个乡镇地区 职场体验内容多元 让青年深入了解平常校园里学不到的知识 最主要是表达能力还有跟小朋友相处 还有在当中我会根据不一样学堂他们的就是个性不同 然后去做你自己的自我调整跟检视 我觉得暑期公读体验也提供给我很好的机会 可以让我更了解说究竟长照的体系是什么样 藉由举办成果发表会让青年局用人单位 彼此有观摩学习的机会拓展不同面向的视野 而今天的成果发表会也特别选在了就议会举行 这座就议会历史建筑经过宪服整建之后 已经推遍成为了表演艺术创成基地 带给地方不同的面貌 与青年暑期职场体验计划的宗旨相互呼应 期待为台东带来创新力量 这判罪台东市罢了 您行用这些签行吗 观看